8月24日晚,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全部结束,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,孙娘拿下个人本届赛事第四金,赛后,她又哭了,着视频今天真的靠意志在顶, 在1500米的比赛中,18岁的越南先生软辉煌刚游过半程就开始提前发力加速,咄咄逼人的气势险些淡乱了孙娘的节奏,只是依靠最后200米有力的冲刺,孙娘才甩开了这名亚洲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希望之心,连续在借亚运会,在号称池中铁人项目的男子1500米自由泳中,孙娘都是无可撼动的霸主, 但这一次,优势最小,困难最大,赛后接受采访时,内惨的的孙娘抱着记者哭泣不止,昨天拼满接力后,人都发软了,真的是口意志, 尤其是后场,连到运动员一直在逼我调动自己,一直咬牙在顶章,弹到了1500米的训练时,孙娘曾说,这个项目真不是所有人能坚持游下来的,手臂越来越重,腿越来越重,身体开始往下沉,心材越流越崩溃,别人体会不到,很难受,真的很难受,真不如此。 这对于27岁的孙娘来说,坚持下来是极其不易的,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要付出很多的艰辛,很多的痛苦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要保持如此高的竞技状态,就必须付出更多。 本届亚运会,孙娘的比赛安排,8月19日,200米自由泳决赛,孙娘以1分45秒43的成绩夺冠,身,现亚运全满冠。 8月20日,800米自由泳决赛,孙娘毫无悬念的以7分48秒36的新亚运会记录,获得冠军。 8月21日,400米自由泳决赛,300米后,孙娘以绝对优势领先所有参赛选手,最终以3分42秒92的成绩夺冠。 8月24日,1500米决赛中,孙娘以14分58秒53夺冠,再加上另位受命,参加了两场接力决赛。 在大赛中,孙娘曾屡次落泪2012年伦多奥运会,孙娘一举夺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,实现了中国男子永胎奥运时胜金牌赢的突破。 在后来进行的1500米的比赛中,孙娘遭遇了发令枪门枪事故,索性没有背叛犯规,最终他一举夺魁,并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。 在泳池中,他双全猛击水面,当场失声痛哭。 2013年,孙娘在泳池外经历了各种麻烦。 同年,在巴塞罗那游泳市锦赛中,他夺得400米、800米自由泳夺得金牌后,嚎嚎大哭。 2014年仍穿亚运会,孙娘拿到个人第三枚金牌后,又一次气不成声。 2015年喀山市锦赛200米自由泳决赛,孙娘在最后50米被反抄,丢掉了最想拿到的金牌。 不过在400米和800米的比赛中,他都赢了。 和以往一样,这次大赛,孙娘再次掉泪。 2016年,澳大利亚选手霍顿攻击孙娘是扣服用金牌拿的冠军。 并在两人400米的对决中获胜。 赛后,孙娘服在记者身上痛哭的画面令人动容。 但是之后在200米的比赛中,孙娘领先获盾,第一个出币。 2017年,不达佩斯是锦赛篮子800米自由泳决赛,孙娘最终以7分48秒87的成绩。 排名第五,无缘子连管。 他没能忍住眼泪,他们可能都知道今天我不能冲刺,所以前面都游得特别快。 我就想跟着,一直跟着,很努力,可是一到600米,就一下感觉腿都抬不起来了,转身都转不动了。 我建立了,真的建立了,太累了。 网友,别人不动你的眼泪,我们懂孙娘的付出和不义,感动了无数网友。 中国游泳队收获19金本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已经全部结束。 中国队收获了19枚金牌,与日本队评分羞涩。 其中,索杨扎得四金二银,成为中国队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。 学家于多德五枚金牌,是金牌最多的运动员。 23岁的徐江与22岁的刘湘在女子50米拥有金牌,并打破世界纪录都是16岁的王俭江和和李兵结包揽女子1500米灌亚真值得注意的是, 这次中国游泳队派出的选手中,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选手,占到70%以上。 大多数队员都还处在成长期,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 如果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目标,今年只是他们的一次热身。 未来科期,好戏还在后头,给中国游泳队点赞。 未来科期,好戏还在后头,给中国游泳队点赞。